食运不错,事业可成,甚至可以名扬天下,食运不太好,别说讨生活了,也许连维系一日三餐都困难,食运决定了人们的前途和命运,这人世间有八十亿人,注定有八十亿种不同的食运,当事人的食运究竟好不好,就要看当事人的命格和气数,运势大极,必有福照。 以下几个迹象,预示你将时来运转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,天赐小苦,熬过就是福,人生充满了起伏与波折,每个人都会经历顺境与逆境,正如菜根坛中所言。 天道始终是平衡的,福或相依,在面对小挫折和小苦难时,我们应保持自强不息的内心,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,而事实也证明,在逆境中,人们往往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,更快地成长和进步。 在许多影视剧中,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例子,比如,经典励志电影,当幸福来敲门,就讲述了一个在逆境中奋斗,最终获得成功的真实故事。 主角克里斯·加德纳·威尔·史密斯氏经历了生活的低谷,失业,破产,与妻子分居,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艰难生活。 但他并没有被困境打倒,而是积极寻找工作,不断提升自己,最后终于在一家股票经纪公司找到了一份实习生的工作,并最终转正,成功逆袭。 在这部电影的经典片段中,克里斯带着儿子在地铁站厕所里过夜的一幕,让人印象深刻,尽管生活困苦,但他依然对儿子充满关爱,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困境。 这个片段充分展示了克里斯在逆境中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,也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的坚韧精神的写照。 此外,我国影视剧《大江大河》也讲述了一群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。 历经艰辛,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,主角宋运辉、王凯士在面临家庭、工作等方面的压力时,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,勇敢面对困难,不断学习进步,最终成为了国有企业的优秀领导。 正如这些影视剧所展示的《面对小苦之后》,只要我们勇敢面对自强不息,必然会迎来福气。 而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将不断成长,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。 因此,在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时,我们应保持乐观的态度,坚信自己有能力战胜一切困难,迎接美好的未来。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,记得要订阅它,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,接着往下看吧。 输99次,但赢了最后一次。 人生的无数事,就跟高考一样,一锤子买卖,前面你考好了99次,偏偏高考这一次考差了,那前面的99次考得再好,又有什么意义呢? 反过来,前面你考差了99次,偏偏高考这一次考好了,成为了黑马,那前面的99次考得再差,又有什么问题呢? 无论面临多少失败,只要不放弃,最后总有机会取得成功,刘邦和项羽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刘邦虽然在前99次战斗中都输了,但他并没有放弃,而是在第100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,最终成为了汉朝的开国皇帝。 而项羽,虽然在前99次战斗中都赢了,但他却在第100次战斗中失败了,最终导致了身死国灭。 在影视剧中,这样的情节也有很多,比如在我国的热播剧《狼牙榜》中, 主人公梅长苏就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,但他始终坚持,最终成功地帮助了皇帝,夺回了皇位。 又如在美国的热播剧《权力的游戏》中,主人公穷恩,雪诺虽然在守夜人的战斗中多次失败, 但他始终坚持,最终成功地击败了夜王,拯救了整个大陆。 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,失败并不可怕,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,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 内心通明,波云渐日。 一个人,如果经受重大的挫折和磨难,还可以熬下去,最后浴火而生,那他将磨练出强大的毅力以及通明的内心。 毅力不够,受点磨难,就觉得天塌下来了。 如何能够活下去呢?内心固执,不够通明,看不透人生百态,如何能够潇洒而活呢? 成熟的最直接体现,不是他有多少钱,业务能力如何,而是他性情是否坚韧,内心是否通明。 要知道,性格,内心决定了人们的人生态度。 《阿甘正传》是一部以坚韧和乐观面对人生挫折和磨难的励志电影。 影片中的阿甘智力有限,但他以坚韧的毅力,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,最终取得了人生的成功。 其中最经典的片段就是阿甘跑遍美国的那一段,他不停地跑,跑出了自己的坚韧,跑出了自己的成功。 阿甘的人生就像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石头,经过生活的魔力,最终变得光滑,反射出自己的光芒。 他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,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,只要我们有坚韧的意志和通明的内心,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,活出自我。 阿甘正转中的阿甘,虽然经历了战争,朋友的离去,妻子的去世等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,但他从未放弃。 他以自己的坚韧和乐观,一次次地战胜了生活的困难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挫折和磨难并不可怕,只要我们有坚韧的意志和通明的内心,就一定能够战胜他们,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。 阿甘的人生,就像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石头,经过生活的魔力,最终变得光滑,反射出自己的光芒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,只要我们有坚韧的意志和通明的内心,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,活出自我。 尊重自然,接纳一切。 尊重自然,接纳一切是一种对待生活和世界的态度。 他主张我们顺应自然的规律,接受生活中的一切,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,这种态度源于对生命和世界的深刻理解。 他告诉我们,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。 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接受他们,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适应和克服。 在《西游记》中,唐僧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后,对前途感到迷茫和担忧。 孙悟空则用传道桥头自然指,一切皆有定数来安慰他,让他明白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只要坚持下去,总会有解决的办法。 这也是尊重自然,接纳一切的一种体现。 然而,尽管这种态度很有道理,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,因为人类天生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,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一帆风顺。 没有任何困难和挫折,但是,生活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,总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预料和改变的事情发生。 这时候,如果我们不能接受现实,而是选择抗拒和逃避,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困境。 因此,尊重自然,接纳一切,不仅是一种态度,更是一种智慧,它要求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,能接受生活中的不公平和不完美。 有一颗勇敢的心,能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,有一颗平和的心,能享受生活中的平静和美好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地做到尊重自然。 接纳一切 总的来说,尊重自然,接纳一切是一种对待生活和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智慧,它要求我们顺应自然,接受生活,勇敢面对困难,享受美好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享受生活。 我们要尊重自然,接纳生活中的一切,人生充满了不可预料和无法改变的事情。 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现实,并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。 只有接纳一切,包括困难和挫折,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,实现自己的价值。 总的来说,时运的好坏只是人生道路中的一部分因素。 而我们的选择和努力,才是化解困境,实现成功的关键。 面对逆境和挫折,我们要坚持不懈,以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生活的挑战。 运势大吉,符罩明显,当您发现以上几个迹象时,预示着您即将时来运转。 此时,您应该把握住机遇,积极面对生活,借助贵人的力量,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同时,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,相信自己的直觉,关注生活的细节,从而迎接好运的到来。 最后,祝愿您运势大吉,符罩明显,好运连连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。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请不吝点赞 PRESOL Strategicativa